苏城县 苏城历史悠久 文化底蕴丰厚 自汉初至县以来 已有两千多年 唐宋时已有百戏 伴有乐唱而取乐 百余年前 苏城民间开始出现 零星的卖唱艺人 小型戏曲班社组织 锣鼓班子等 新中国成立初期 文艺俱乐部 文化室 业余剧团 说唱对组 锣鼓班子 民间杂耍班子等 几乎遍及成乡 上世纪初 生活在这里的人民 用大鼓书和胡琴书 等多种民间艺术形式 一方面为自己的苦难而迎塑 一方面为反抗压迫 驱逐外敌入侵 而呼嚎呐喊 他们源于民间 继承了民族文化传统 为民众喜闻乐见 同时对于凝聚抗日力量 宣传红色革命 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著名盲艺人 陈玉清 在胡琴书的基础上 截取了书成的民间音乐小调 创作和演唱了大量 小调胡琴书曲目 却又熟悉 干什么什么事 就什么事 七万八八的多气 看着 怎么样的 有多多气 不能混 说了马上出行事 这场很想大唱音 这些都会怎么想想 看地球 如人啊 独猎 就我 如果 有一网 车人 sich 走 走 防御 精致 存 Sex beard 火 三四五五门啊 人喊的如若冲 喊五十次元 黑色的喊喊 有我父母的宰瓜和面线 都把归纸拿 陈月群 他在书臣兵器演唱 有大量的学书 来学会了书臣的名古 他把这个书臣兵器 就柔和到他的延长 护旋鼠里面去了 因为他大量唱的是小雕 所以他的名称就叫 小雕护旋鼠 他的延长的特点呢 他首先就是 有能力的明镜色彩 有大量的名古色彩 所以这种名古 他本身在群众当中 所谓的群众有接受 小雕护旋鼠呢 他的心强 基本上也和是 隐身了护旋鼠的那种心强 所以他的德特之处 就是撇克了护旋鼠的那种唱法 现在改为小雕的唱法 所以他这种小雕 在明镜当中 很群政 行文大金 也很欣赏 他的管政也特别多 非常遗憾的是 小雕护旋鼠的主要代表人物 陈玉清已去世 但他演唱的小雕护旋鼠 却深受书城人民的喜爱 并在书城及周边的肥溪县 陆安市 霍山县 金寨县等地 广泛流传 至于没有 郑主� 小调胡琴书是在书城胡琴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因为汲取了书城的民间音乐小调而更加优美动听 音乐小调胡琴书 音乐小调胡琴书不是远得很 这婆娘又向两家门前落落的情 池草的多如家故前来争 池草的多如芝麻当 没看见娘娘妈妈生死死活 死死死怕都不知情 铁铁铁铁铁铛妈妈没听把学 听着很切得心 为了传承发展和保护这一富于浓郁地域特色的民间曲艺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 书城县就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县民间音乐舞蹈会演 集中了全县各区最佳的锣鼓班子和曲艺队伍 群众文化空前繁荣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 文化部门组织专业人员挖掘搜集 整理了二十多首曲艺曲目 刊登在中国曲艺音乐集成 中国民族民间弃乐曲集成 安徽卷 陆安地区分卷中 2007年 书城县文化馆在已有资料的基础上 结合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苦茶 进一步挖掘采集了大量原生态民歌和曲艺 整理编辑了书城民间音乐书稿 近二十首小调胡情书曲目被录入其中正代出版 随着时代的发展 各种娱乐形式的丰富多样 会唱小调胡情书的民间艺人 大多年事已高或离世 年轻人中喜爱和演唱小调胡情书的 也很难寻觅 我们希望将这一地方特色曲种记录 保护和乘传下去 就算被谱胡情书的 都要拥护和书都拥护 不然有守护和书都拥留 这些借受 二月日的冷得得,我的千作非要的悠悠,人家福尺疼多了,我家福尺不得了, 我家福尺之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